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分享如何从梦境中出现的境界,来判断你的业障是否消除,大家不妨听一听。 1. 怎样的梦境显现了业障清镜像? 如何从日常生活细节观察业障是否减轻? 怎么算是业障清镜像显现呢?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,第一个是梦中,第二个是平时。 从梦中来看的话,有一些梦就是业障开始减轻的征兆,比方说,梦见打扫卫生,洗澡也好,洗衣服也好,打扫房间卫生也好,无论是个人卫生,环境卫生,只要是打扫卫生,洗东西,清理脏东西这些,统统是业障。 就是清理业障,业障减轻的一个征兆,还有清理脏东西,清理垃圾,乃至梦见呕吐,梦见排泄脏东西,大小便,或者是梦见自己出臭汗,从身体里面出来一些脏东西。 有的人梦见,从自己身体里面出来很多小虫子飞走,还有的人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,睡梦的时候从身体里抓,抓出来各种脏东西,一些网状的污垢,一些垃圾啊,这些统统都是代表清除业障。 所以说呢,虽然这个梦好像挺不舒服,但是从修行人的角度上来说,都是有进步,都是好梦。 另外,比如说梦见水,如果梦见水很轻,水又很大,那就更好,或者梦见自己下到水里面,更好,这都是净除业障的标志。 其他还有一些,比方说梦见自己从监狱里面逃出来,梦见渡过大河,梦见自己爬山爬到山顶,或者是梦见自己同一个黑人打架,并且还打赢了,或者梦见自己拜佛,梦见自己到庙里面,见到那个香炉,再冒烟。 然后到香炉那里看,香炉里面还是空的,没有什么东西,这些都是属于业障减轻的征兆。 这些梦照还不能说明,就是业障清净,我们更重要可以看一下,你自己梦里面总的情形,你梦里面是很黑,还是很明亮。 这个不要从一次梦来看,要从长时间来看。 如果你梦境当中老做噩梦,或者是梦里面无缘无故地害怕,心里面好像有一种压迫感,或者梦境很黑很黑,那么呢,这就说明业障相当重。 如果说逐步逐步不那么黑了,也不做噩梦啊,也没有那种很害怕的感觉,也从黑黑的变成灰黑灰黑的了,那么呢,业障开始稍微轻一些。 当然有的人,从一开始他的梦就不会是业障那么重,甚至开始的梦境状态都是比较好的。 那是说明这个人,本来不是业障很严重。 如果再进一步,如果梦境从灰黑灰黑的变成灰白灰白的,那么业障又轻了一些。 如果说梦境慢慢开始明亮起来了,那业障就更轻。 如果说我们不是讲一次,而是讲总体来说,长期都是这样啊,如果你的梦境当中从来都很明亮了,那么业障就相当轻。 如果说我们梦境里面非常明亮,而且颜色非常鲜艳,花是红的,草是绿的,天是蓝的,云是白的,水是青的,都是非常的鲜明,非常舒适,非常明亮这么一种感觉。 而且梦境之中没有那些乱梦,梦境之中都不特别浑沉,梦里面都好像比较清清朗朗,那么从梦中的角度,业障基本已经清净。 从梦境状态来看,算是显现了业障清净相,如果不是一次,而是总是这样的话。 那么平时呢,平时如果我们觉得身心很粗重,好像人都晕晕乎乎的,好像也不得劲,遇到什么事情都容易慌张, 遇到大事情一出来的时候,显就容易惊慌失措。 或者本来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事情,心里面总是有种不安的感觉。 本来现在好好的,他会想,我要是失业了怎么办呢? 我现在又没有攒很多钱,万一出了个什么事,或者要生病了,这可怎么办呢? 总是无缘无故的,就为今后那些事情担忧。 这个呢,是说明业障比较重,心里面经常容易有粗重、烦恼、烦躁的感觉。 相反呢,业障就比较轻了,不但不会无缘无故的烦恼,而且身心觉得很愉快。 经常有一种轻快安乐的感觉,走路啊,干什么,好像身体特别轻利,头脑反应好像也比较灵敏,经常身体里面有一种轻安的觉寿,一种很舒适的感觉,一种快感。 舒适的感觉,经常从身体里面像电流传播一样,很舒服。 这么一种感受经常有,而且遇到什么大事情的时候,他不会惊慌。 人家说泰山崩于墓前而不惊,定得住,业障轻的人,他就是容易定得住。 真正就算有什么事情不太好,结果他自己好像也不会特别忧虑,也不会特别的不安。 三,就是处于身心的安乐,稳定这么一种状态,就说明这个业障比较轻了,可以说这是我们平时观察到的一种业障清静相。 二,正确对待梦想,梦里无论出现任何征兆,都不要过分执着,否则就会转变成为原。 假如是美梦,就沾沾自喜,徒增傲慢,那会给修行,带来不利影响。 假如是噩梦,就挂虑万千,忧愁成疾,而导致精神上出现障碍。 因此,不管是吉祥之梦,还是凶险之梦,都不应过于执着。 我们对梦既不要极端地执着,也不要漠不关心。 有些人说,梦中的一切景象都是虚假的幻想,大可不必费心劳神,观察分析,此种观点并非符合实际情况。 在《十地经》、《宝基经》和《梦境预言经》中阶指出,正得圣地之前照,均从梦境得观察。 在密宗序部中曾提到,或正成就与否,当依梦境观察。 在密宗序部中曾提到,或正成就与否,当依梦境观察。 在《大远满窍诀》中,也阐释说,成就正向依三门显现,成就标准根据梦境判断。 既然历代已获殊胜成就的高僧大德,有时也依于梦照进行预言,那么普通人就不言而喻了。 马杰拉仲十五说,一般凡夫人是很难得以证实,或在绝授中获得印证的。 因此,修行中的政务标志都需参照梦境,观察判断。 在密法、有关梦修法部分中,对此有专门的论述,不论观察吉祥之梦,还是凶险之梦,都需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。 第一,整个夜晚出现做梦情况,一时间划分,有初夜天黑至十一点,中夜十一点至三点,和后夜三点至七点三个阶段。 其中,初夜所作之梦,习气起到主导作用。 这里所说的习气,包含了白天在衣食住行所作所为过程中,所积聚的习惯性成分,潜溺在梦中表现出来。 它包括当天的习气,昨天的习气,上个月或前几年的习气,甚至前世所积累的习气,都有可能在当晚梦中显现。 但是这类梦况,对先知先觉与预言来说,没有什么实际应用价值。 在初夜所作梦中,具有预测性质的梦的比率极少。 在中夜所作之梦,一般都受到非人鬼魅活动的影响。 这一时间阶段,所作之梦都不适合观察。 一般来说,最适合观察梦的时间是后夜阶段。 所作之梦,既不受浓厚习气的支配,也未受非人鬼魅的干扰,是相当清晰的静状,为深入分析梦境提供了良好的氛围。 我们应该努力把握这一有利机会。 第二,为了提高观察梦境的准确度,还需要保有合适的睡卧姿势。 不然,气脉不能正常运作,容易引发噩梦。 例如,左侧卧室,或者手放于胸口,可以导致梦魇。 因此,最好培养自己养成一狮子卧室睡眠的习惯。 第三,若身体患有某些严重疾病,就会做梦分杂,或者隐生噩梦。 同样,在精神上受到刺激,内心痛苦不安之时,也会做噩梦。 出现这类情况,是不适宜观察梦境的。 第四,如果白天对某人某事思虑过度,极有可能当晚做些相关之梦,这种梦境也没有预测价值。 第五,梦中景象,纷纭模糊,梦境时间过短,或者醒来之时,几乎忘记。 这类梦境不具有观察的实质意义。 值得观察的梦境特征是,景象清晰,次序完整,做完梦后,没有出现与之无关的纷乱之梦。 在醒来之后,梦境景象记忆犹新,而且心中有非同寻常之感。 如果在做噩梦之后,随之又做吉祥之梦,这表明逆源已转变成顺源,那就不必担心了。 但是,在推理判断过程中,我们应该懂得,有些表面是吉祥梦兆,而实质却潜藏危机。 同样,有些表面是凶险梦兆,而实质却蕴含生机,对于如此变数情况,若未充分掌握应用,就会出现混乱不清吉凶颠倒的错误判断。 表面吉祥实质凶险的梦象,例如,梦见许多装饰华丽的美貌姑娘,清歌漫舞,恭敬成是自己,这表示自己将备业利与世间空航母接走。 而危及生命,除了专修、怀业法以外,非时梦见自己处于变满红花之地,或者浑身上下以红花掩饰,这表示将有血腥灾祸,梦到自己身坐安全的堡垒中,这是吉兆。 但是,若坐在高峻红色碉楼顶端,周围是嵌壕城墙环绕,这表示会有灭顶之灾,梦到自己获得大量黄金,修法期间是成就之兆。 以上这些梦象,从表面看有些吉祥,但一梦到或一醒来,就感会到心慌意乱,这就表明是凶险之兆。 表面凶险时至吉祥的梦罩,例如,梦到自己呕吐,排泄浓血,大火把自身烧成灰烬,被风一吹而静。 这种梦象表示,业障消除。 梦到自己砍掉自知头颅,大口饮酒,剪替自己头发,自知肠子,环绕村庄,与美丽少女白昼同床共枕,此类梦罩甚是吉祥。 梦到自己摧毁自知身体,自己身体从里到外翻转过来,劈穿五脏六腑。 这表示,已获良好证悟,上述这些梦象从表面看有些不吉祥,但一梦到或一醒来,就感到身心舒畅,这表明是吉祥之兆。 总之,不管出现什么梦象,都要以上述原则为标准。 不然,自以为吉祥之兆有可能并非很好,自以为凶险之兆有可能并非不好。 三,万法为心所现,为时所变。 智人无梦 修行人修到后来,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梦的,要么就是好梦,感觉非常美妙的。 比如,得到佛菩萨的信息,加持等等,然而这也是偶尔很稀少的事情。 地藏,经上说修地藏法,念地藏经或者地藏圣号,有二十八种利益,其中就有二十二者,夜梦安乐。 可以是试念地藏经或者地藏圣号吧。 还有,也许要激功累得了,别人以前也曾睡眠不好,梦也比较多,而且乱七八糟的。 后来参加水陆法会,这是初次参加法会,与其说我是参加法会,不如说我是看热闹的,碰巧有一位老和尚圆记了,要抬棺材,正好缺人。 而我正好无所事事,于是那些人要我快帮忙,说实在话,我其实是很不乐意干这种事的,然而我又不好意思拒绝,只好硬着头皮逆来顺受地干了这事。 结果不料当天晚上睡一个特别舒服的觉,第二天早上起来,感觉太美妙了。 后来睡觉梦就少了许多,不过有一段时间也不是很好,然而我做了一个梦,梦见我在一个很黑的地方,我就跪着念地藏菩萨了。 然后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乌龟,还是鳖,我就坐了上去,这个乌龟,或者说是鳖吧,就把我驮了出去,我就醒了,这之后就逐渐好了起来。 万法为心所现,为时所变。 梦中出现的事情,其实也是阿赖耶石中种子的变现,不好的梦境意味着恶劣的种子的萌发透露,这就需要清理这些不良的种子,忏悔业障可以对质, 鸡公泪德则是撒播幽良的种子,与阿赖耶石有了幽良的种子,变现之后,境界就会自然变善了。 所以忏悔业障,随喜功德,也是有助于噩梦消除,梦境改善的吧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愿您发喜充满,好运常驻。 喜欢慈悲喜手频道,别忘了订阅哦,希望您能点赞留言,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,在这里。 您永远不会感到孤独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